2月24日黄凯琴为3月底举行的一连两场 黄凯琴在与伊丽莎博演唱会2013举行记者会 此次演唱会场地只能容纳数千人 但Chris就表示这样更方便与歌迷互动 反而觉得是件好事 我从来没有这么接近过 我看过他们给我的一些大概的提议 然后我觉得蛮新鲜的 我觉得很好很好玩 是不是真的会唱唱两台坐在那边旁边 以前我都有 不过现在更多吧 有没有想过会接近他来到怎么样 是否一定要令到他们准备更多 那当然在场有几千个位置 不可能每一个都太接近 可是他们要自己争取 如果他们不介意的话 还是一定可以碰得到 相近一年再次返港举行演唱会 黄凯琴太妍自己处于被动位置 当歌手是他的兴趣 会专心做好作曲录唱片等音乐工作 只要有机会开演唱会 自己也乐意去做 至于嘉宾方面 黄凯琴指目前还没有确定 但邀请好友周慧明前来欣赏 我已经跟他电联 他基本上没问题来看 因为我去年才跟他在台上 做一次他的嘉宾表演 我觉得我不会勉强 如果再来的话会不会好呢 我相信如果是来看show的话 他还是很乐意的 如果有时间的话 来吧 我们下期еро 这个课数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然后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